在前朝政府正副首相相继官司缠身后 沙巴前首长丹斯里穆斯阿曼今天也被控上庭 他面对35项总值2亿6千万令吉的贿赂贪污控状 但他都否认有罪 最终获准以200万令吉保释金候审 对于这些早已经结案又重提的控诉 是否具有政治动机 穆斯阿曼不置可否 沙巴前首长现任的双CC部驾区州议员 涉嫌收取2亿6千3百万令吉贿赂 诸售沙巴伐木特许执照 今早8点半 他前往反贪污委员会录贡后 随即在早上10点落网 反贪会直接在下午2点 把穆斯阿曼押往吉隆坡地挺面控 穆斯阿曼身穿黑色西装 持着拐杖平静出庭 两名通议员在法官罗兹那面前 逐一宣读35项控状 根据控状指出 穆斯阿曼在2004年12月到2008年11月期间 以沙巴州政府代理人 也就是沙巴首长 兼沙巴信托基金会董事局主席的身份 透过外国7间银行和金融机构 收取2亿6千3百万令吉贿金 以提供沙巴伐木特许权给几家公司 在这些很跨4年的控状中 有多名收款人和付款人重复出现 当中罗差坟和恰天赋的名字出现最多 而穆斯阿曼涉嫌收到最大笔的汇金 是在2006年6月21号 付款人恰天赋转账大约1614万美元 到位于香港瑞银银行 Richard Christopher Berners的银行户头 以换取罚木特许权 所有控状抵触1997年反贪污法令 第11支A代理人行贿或收贿条文 和第16条文同读 一旦罪成可监禁最高29年 和罚款不少过贿金的5倍或1万令吉 穆斯阿曼否认所有控状要求审讯 地庭允许穆斯阿曼以200万令吉 两名担保人和缴交护照 让他保释外出 穆斯阿曼今天嫌缴付100万令吉 星期三再缴付其余保费 而案件则定12月13号过堂 穆斯阿曼随后向媒体表示 他会奋斗到底保障他的名声 他说案件早在10年前结案 当时国会也还他清白 如今突然救世重提 他也不清楚这是否含有政治动机 他也不清楚